昔日湾仔昏域街有个昏域码头 是英美水军登岸的地方 场上挂着的就是代表船只的徽章 格仔布是六七十年代最流行的布料 当年扒房十居其久都会用 红白就最经典了 一间扒房是高档还是低档 看的就是有没有一部 可以为客人烹调直前料理的餐车 这些全部都是3月31日结业的老牌西餐厅 乐意扒房的宝贝 随着餐厅结业 这些极具纪念价值的物品将会如何处理呢 总经理杨戴晴说 实目卓尔、餐具 他们会捐给对他们有教育之恩的持有会 军牌、餐厅中央的船堂摆设 有一部分会送到宜兹的扒房Mr.Thomahawk 和侄仔即将开幕的餐厅摆访 好像有钱都买不到的餐车 调制爱尔兰咖啡必备的铜制火水炉 还有有菲律宾运来拌沙律用的木盘 船台型的吊灯 全部都会用来做私人收藏 他仍然盼望终于一天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将最传统的港式西餐厅重现香港 到时这些收藏就大派用场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